新建首岗派出所在县长、议长以及各界代表的见证之下 今天举行了检采、启用典礼 警察局也表示该厅社符合警察单位各勤务业务推广需求与实用性 县政府警察局、马公分局首岗派出所就有的厅社 新建于71年,总面积约123.3平 因为厅社老旧而且内部空间狭窄 考量位于马公市盘南区之交通枢纽 车辆往来频繁,因应推展现行各项警政业务需求 并期许提升远景的工作以及民众洽工、环境品质 经过确认有必要证件、办公厅设,以应应时需 新建工程经过了警察局、金取经费 并获得了县政府以及议会大力支持 才得以原址重建 工程预算是由中央一般性补助款 正式展开 2、1、剪裁 平民乐 市民头的旧民会 高兴的事件 要说共亿 共亿 不过要向兴臣富乐 在这贵民说世民快乐 要向我们平安地区的兴臣富乐 说共亿 我们今天有美人立法的派出所在这里 美国七十一年 我们旧的派出所 那时候123倍 现在已经去完善 181倍 有中央的优算 管府、定义、管政府、议会 都专业的支持 所以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感谢 主要 和大家共同意 新建厅社位于锁港里 重要的交通要充 外形间距现代时尚风潮 采用耐厚石头放盐漆 衬托简洁 典雅风格 内部空间宽敞 彩通风明亮 视野良好 环境优美 而且各项设备完善 兼具的室内停车空间 以及室外停车便利性 符合警察单位各项勤务 推广需求与实用性 记者 陈荣誉报道